好,各位同學,我們現在來講解一下怎麼樣來利用Vpython做自由落體運動的模擬 那麼自由落體運動我們曉得就是一個物體,如果它的質量為M 如果它的這個初始的高度,我們如果叫做H的話 如果它初始的高度是H,我們把地面設為坐標這個圓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高度如果叫H的話,我們把這個向上的這個坐標軸我們叫做X的話 好,我們按照我們待會要做圖的原因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坐標軸叫做Y好了,我們這叫Y 所以我們一剛開始在時間T等於0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初始的位置是Y0是等於H的位置 然後我們知道在重力的作用下 這個物體會受到一個向下的力量是Mg 如果你要考慮這是一個向下的力量 所以其實要乘上一個負號,是負的Mg 好,那麼我們的物體一剛開始假設它初始的時候並沒有任何速度 是一個靜止的狀態 抱歉,它應該是0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從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這個物體的運動 它的速度隨時間的變化呢 將會從初始的速度0 然後它會向著負Y的方向走 所以它是一個負GT 會越來越負 越來越負 那同樣的 我們應該也知道Y隨著T的方向 就是說球的位置隨著時間變化 它應該滿足下面的方程式 H減掉1 2的GT平方 這是我們從等價速度運動裡面很早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時間T從0開始 然後我追蹤它0.1秒、0.2秒 也就是讓DT是等於0.1的時間間隔 我可以追蹤到它一直看它的位置的變化 它的Y值將會從 它的Y值將會從這個H 然後減少H減掉 一剛開始可能它減少了這個0.1 然後可能又減少更多 可能減0.3之類的一直往下掉 然後最後 我們就可以在Y等於0的時候 或者Y小於等於0的時候 我們就讓這個計算終結下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了解到 假如我知道它的運動方程式 是如現在我們所寫下來的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知道在時間 0、0.1、0.2一直往下做 最後它將會停下來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讓H一剛開始是20的話 我們知道 帶進這個公式裡面 我們知道當Y變成0的時候 20減掉1分之1的G G我們就暫時用10來進視它的話 我們知道G應該是9.8 可是我們用10來進視它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解下來 因為這個 這個20 這個我們把這個 1分之1GT平方這一項 我們把它搬到左邊去 我們會得到 就是等於5T平方 會等於20 也就是T平方會等於4 所以這樣我們解出來 T是等於2跟-2 當然-2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知道在2秒的時候就會降到地面 所以我們知道剛剛 如果我們一直追蹤下去點點點的話 應該在T等於2的時候 它就要接近於地面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Y就要趨近於0了 所以我們知道 整個問題呢 應該會 精確解會告訴我們 這個最後的條件應該是這個 好 這個是關於用精確解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下面要學的呢 是如何用這個 差分近視法來把同樣這個運動 用近視的方式追蹤它的運動 這就是我們做動畫模擬 物理模擬的一個基本的精神所在 我們從下面這個進視來講起 我們從下面這個進視來講起 ise 直接進去